国内持续拼第三剂 但截日时期后覆盖率仍不到五成 国内第一份第三剂研究结果出炉 针对Omicron打全剂莫德纳 综合抗体效果升高到86.6倍 半剂莫德纳也有81.5倍 明显优于其他厂牌 马胺尼疫苗最佳剂接种者 它抗体上升的弧度 是比用蛋白次单位疫苗 来的比较高一点 长庚医院的研究 针对338名受试者 完整接种AZ疫苗 20到65岁平均年龄35岁 除了中和抗体外 也针对防重症的T细胞反应试验 发现打全剂量莫德纳 提升4.2倍最佳 其他都是三倍多 第三剂疫苗的施打 能够有效提升它抗体的量 对整个疫情的防护 这个是非常重要 不过由于国内第三剂 若是选择莫德纳只能打半剂量 但随着研究报告出炉 也有民众提出疑问 若想打全剂量莫德纳 是否可直接跟医院诊所要求 去ACIP的一个接引 我们还是以半剂量的莫德纳为主 那民众也无法 就是要求就可以打全剂量 第27期疫苗 截至17日下午1点 预约率只有11.74% 指挥中心呼吁 民众应该尽快接种第三剂 另外也特别举出 美国研究强调 为完整接种疫苗的青少年 确诊后发生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几率高于接种者 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友同接种疫苗 并不会引发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全民众千万别误解 接着李伟阳宗殿台北报导 今天推荐大家这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3分钟喔 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1瓶的电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里买呢 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 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